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年的vlog,我是Baka 那麼今天呢是11月14號啦 那麼原本我的這個第二針呢是在10月12號打的啦 但是呢因為很多地方都已經是淹水已經是淹水了 所以當天就沒有去到啦 然後在昨天的時候我就打給這個醫院問 問說今天可不可以就是去打這個針 然後醫院也是同意給我今天去打啦 所以呢原本12號的這個第二針呢就推到了今天14號啦 好,那麼我們就去打針啦 字幕影哲學 李宗盛 所以现在是打针的第3个小时了 然后呢现在开始有点眼睡 然后手臂也开始有点痛了 那么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 那么现在是7点多了 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下半夜的时候了 那么其实在半夜3点多的时候呢 就有醒一下睡一下了 就有点睡不到这样的感觉了 然后到了3点多就有一点发冷啊发热了 然后刚才就是7点的时候 有凉这个体温了 那么凉出来的是36.8啦 那么还算是正常 但是体温有一点高了啦 那么现在是打针的第23个小时了 然后现在也是有点发热了 开风扇又冷 然后关风扇又热了 好了那么现在是12点半下午了 然后刚才11点半的时候呢就睡觉了 那么睡到12点半就起来了 然后整个人的感觉就比较舒服了一点了 然后呢我的体温也是有7啦 就是37.1啦 那么现在突然间想到了 我还没有吃午餐 而且刚才早上我只是吃两片面包好了啦 所以呢我们去吃午餐吧 好 那么现在是打针的第49个小时了 那么昨天呢就身体就发热啦 轻微的这个发烧啦 然后刚才量体温呢是36.7啦 那么现在呢身体就一直出汗啦 那么现在是10月18号啦星期一啦 那么是我打针的第4天了 那么呢现在呃 发热什么都没有了啦 但是我还是发现到呢 我的打针的这个手臂呢还是有点腫啦 所以呢我就有 就是拿热水 用手帕拿热水浮一下啦 好啦 那么打针已经一个礼拜了 那么你打针了吗 那么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啦 好啦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那如果你喜欢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下喜欢和分享出去啦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 还有打开小铃铛啦 好啦 那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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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